現在在雙北的部分市場進出 都必須要做過PCR篩檢 是陰性才可以入場 這件事情先前就已經倡導過了 但現在說還會持續的 大規模的來進行篩檢 這我們首先先來看到是在昨天 昨天台灣新增加14例本土當中 這台北市的部分是佔了9例 桃園3例 新北市則是2例 看得出來數字是明顯的趨緩下降 但是對於雙北的市長來說 他們都不敢大意 首先來看到是新北市 新北市侯友宜就講了 他說今天的最少會再增加5例的確診 這一件事情他說了 目前他知道的是多以居家隔離 還有疫調匡列的民眾為主 但是市場的疫情的部分 他們現在真的是不敢鬆懈 目前五大拍賣市場 還是保持最高警覺 從業人員如果沒有施打疫苗的話 就必須要定期的做PCR 才能夠入場 在家禽合作社的部分 現在也都會有定期的篩檢 像是14號第4次的PCR篩檢 就一口氣篩檢了548個人 在台北市的部分 環南市場這邊也同樣的 說在先前大規模的PCR篩檢的部分 持續的有在進行 持續的有在做 在今天還要再塞這1675人 在昨天的部分 現在說持續的在進行篩檢當中 那目前其實包括了環南 包括了北農 他們已經開始在測試疫苗通行證了 所謂的疫苗通行證就是 你只要一刷卡 就可以知道有沒有打過疫苗 甚至還可以用來當成工作識別證 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環南市場攤商們 拿出疫苗通行證 依靠雙機台就會顯示姓名 性別以及是否完成實聯驗證 不僅能馬上連線相關資料庫 還能當作工作識別證 並附有悠遊卡功能 一刷卡就能快速得知 有無打過疫苗 北市府分別先在環南 以及北農第一 第二國才批發等市場進行測試 希望能將過去凌亂的管理 重新調整 至於是否會在其餘場館或市場推行 北市府則表示要看狀況 畢竟很多傳統市場都有一般消費者 而他們自有一套管制方式 另外15日 環南市場也進行了熱區篩檢 從清晨5點半一路到下午1點 篩檢員1675人 結果共篩出散燃陽性 其中一名為舊案 另兩名則分別為受熱區攤商 以及攤商家眷 目前將風攤禁止3天進行清銷